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叔观战,来观战一把祝大帅寿比南山,我谢谢你,我祝你排位连身 这方面的话,机械勘探心理学家加拥兵搬了一个先知,带的是传送,那就是裁板,裁板加挽留 风窗的话也可以点,就点没点,他是点了拘禁狂加追猎风窗没补上 这边的话,乌刃,一刀,扭开,这边的话磁铁,这一刀,完了,取消插刀了 这一刀,隔窗没打中,因为当时他这边的话呢,是什么呢,有一个武器,有一个加速 所以凭借这个加速呢,磁铁就没有能把它弹开,吃到这一刀以后才弹开的 三秒钟,乌刃好了,那倒了,倒在了密码机附近 尴尬了,这个局,这个局呢,说出来,对吧,你们可能不信 穷人者是可以保平的,你别看倒得很快 好像这边,对吧,取消插刀了一刀物人,两个物人带走 这个祭导时间不算快的,这祭导时间多久呢,60秒 60秒,杰克60秒祭导,那也就是一个,对吧,保平真胜局 就你保平是可以保的,你死守,前提是海尼要死守,如果换一波挂的话 你保平都不一定保得下来,死守的话呢,那确实是可以保下来 这边的话,而且带了三点骏狂,其实这波的话,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但是优势有多大呢,6.5对3.5吧,我觉得也不算特别大 因为已经过半了,回去防一波,那如果这波能够打一个双挡的 那我觉得他一面就2-8开了,就看这波了,因为7秒钟以后雾刃刚好嘛 游民这边过来的话,有雾刃有隐身,是可以打一波双挡的一个节奏点的 看着刀雾刃啊,就看着刀雾刃 一个狐皮跳过去 吓唬吓唬你,我吓我吓我吓死你,阿桃 吓到了,这个是蛮正常的,关键他点了拘禁狂,他点了拘禁狂 因为有拘禁狂,所以说整个 呃,流程上面要快很多啊,一刀五刃,漂亮,哎,帅气,直接踩一脚武器,传送了 呃,挂游兵好像也未尝不可,挂游兵的话呢,这边我觉得会给到穷者更多机会,他直接击倒再传,也行吧 呃,当时这边直接传,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挂的话就不太好了,为什么挂不太好呢 首先这边心理学,他是要吃三刀才倒计,他可以把这傭兵救下来,傭兵救下来以后呢,傭兵手里有护臂 保不齐这边万一护臂一跳,对吧,牵制起来了,那现在介绍这个计时就很稳了,就很舒服了 赢了,打得不错啊,打得不错,看来你这名字取得不错呀 看见娃娃,好的,隐身有,误刃有,这边,傭兵叫自奇到误刃,漂亮,很舒服 心理学家这边给傭兵状态补上,然后自己修机,让傭兵去救一波人 傭兵的话卡死救一波人,我们看一下机子差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就即使是这个局面,如果说这里傭兵能够把小,呃,这个一号机这边点掉 机子还差不到半台,还差不到半台,好像还是不够了,救的话能救下来啊,救的话能救下来 一刀预判走位,没能成功,救下来,救下来,关键是针对捷尸打就行了 针对捷尸打就行了,他贪4,杰克没必要去贪4的,对吧,你机子不过没三台,两个人修三台修不亮的 我这边,国兵时间结束,击倒这个捷尸,诶,这边捷尸,没有能判断准确在杰克的一个位置啊 找到了,打到的话挂飞,然后再传傭兵吧,传傭兵的话傭兵叫自己的,一刀 把傭兵结果了,再去找介石,是一个4抓 而且傭兵可能也不一定知道,对吧,后面还有一台机子,刚刚他不知道过来有没有听到那边的密码机抖动 再补一波状态,人家没没,我很忙啊,我接受不了呀 误人,误人,误人,跟傭兵的一个对决 这边,傭兵,一般都是傭兵提前交的,一般都是傭兵提前交的 误人,我是主动方,我追着你,我看着你,你交傭兵了,那我这边隐身距离一个人进了以后再一个误人 误人,这里翻个箱子,赚点翻箱分,这样应该是一个4抓了 漂亮,位置排套了,好,一个格强五刃,打断你,投降了 那么也是赶到这个本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